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跟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燦爛時光節目以及公民集中影紀錄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在每個禮拜晚上的10點 在中正大學金晶金智廣播電台 你可以在網路上面FM88.1上面可以聽得到 或到學校網站上面 你也可以聽得到我們的燦爛時光會客室的這個節目 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路上面 我們會進行直播 同時之後會在公民行動影紀錄資料 或者網站上面來做後續的評論 我們這個節目是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讓大家去了解這個看起來非常熱鬧 或是衝突的這種所謂社會運動的訊息背後 還有一些更值得我們去關心的一個制度上面 結構性的等等的問題 那今年的這個九合一的選舉 其實在這個禮拜六已經結束了 我相信這個投票的結果 其實很多人也許是開心也許是不開心 因為他可能跟你所支持的候選人 有沒有當上有沒有選上 其實是有一些關心 但是我們覺得一個更重要的一個議題 其實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之前也曾經跟大家聊過了 就是投票的年紀到底應該要幾歲 其實在現有的法律當中 我們對於所謂的成年人的主張 就大概18歲 他就必須要負擔相關的成年的責任 在我們的法律當中有關於稅的法制 他是在16歲 可是我們的投票權卻到了20歲 比如說他必須在負擔某種的義務 或是在某種的法律規範的 這種所謂的年輕人的行為 可是他實際能夠去掌握 去主張公民權卻是在20歲才有 所以在我們節目以前跟大家談到的 其實像牌少盟他們就開始一直在主張 18歲的公民權18歲的投票權 這個18歲的投票權有人反對 他到底他的意義是什麼 他要怎麼樣方式才能夠有可能落實呢 今天的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的研發專員 吳振哲一起來跟我們聊這個話題 振哲你好 班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非常謝謝振哲來上我們的節目 我想在這個我們不管是燦爛時光 或者是在公民認為紀錄這條庫 其實在這一兩個月以來都一直不斷地在討論 或是報導有關於18歲投票權的議題 可不可以請鄭哲稍微跟我們談一下 在這兩個月當中你們透過了哪些方式 來告訴社會大眾18歲的投票權是一件重要的事呢 其實這一次我們主要就是透過在上禮拜剛舉辦完的 全國青少年投票日讓16歲到20歲的青少年可以透過選票來去表達他們的意見 那這一次的投票日我們主要針對兩個題目 一個呢就是你是否同意下修投票年齡的公投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搭配剛剛結束的九合一選舉 我們讓青少年來選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縣市長 所以呢為了要舉辦這一個投票日 其實我們在這一個多月來其實透過很多記者會或者是活動來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包括呢我們為了讓青少年有更進變的投票的管道 我們這一次除了在線上投票之外 我們也舉辦了實體的投票 也就是說我們募集公民團體或者是任何的商家機構 他可以在我們在16號的時候設置了投票點 或者呢如果是高中職或是大專業校 他也可以在學校裡面設立投票點 那選定10號到15號的任何一天成為校尾投票日 讓16到20歲的同學大概是高一到大二的這個年紀 他可以有更進變的投票的管道 那所以我們有一系列的行動式 包括跟大家說明我們這次投票到底在投些什麼 那到底誰可以投票 以及為什麼我們要出來投票 號召年輕人要透過這樣的意見 這樣的投票機會來去表達他們的想法 讓你在西門的街頭有一個快閃的活動 那時候我們有大概20位左右的 新少年我們在西門的街頭快閃 透過紙袋人軍團的快閃 來去跟全國的年輕人 號召他們可以出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然後真正來決定自己的未來 這一次其實蠻有趣的 我們看到香港沒有辦法普選 對不對 所以香港的民眾 他們其實也透過網路投票的方式 其實還蠻多人來參與的 他們為了要透過網路投票 用你投票所謂的假投票的方式去表達 他們對所謂真普選的需求 從這個角度來講 從這些18歲以下的年輕朋友來看 說不定他們其實也是在 爭取的是一種真普選的 這樣的一個行動 在這一次的剛剛談到 不管是網路投票 也好是體投票的過程 然後有多少的學校是共同的 才有多少的年輕人出來投票呢 他們投票的結果 你提反應又是什麼 我們這一次大概除了網路投票之外 有超過40個實力投票點 那這裡面呢 大概有將近20所的高中指紋大專院校 然後總共有超過13000名的青少年 13000 對網路跟實力投票來去表達他們的意見 那那個結果呢 在是否統一 因為我們有一題就是 你是否統一下修投票年齡的公投 那投票結果大概有81%以上的青少年 你是統一下修投票年齡的 所以其實這我們可以看到在參與 至少在參與的這個部分 這個有81%是非常非常高的比例 是覺得他們應該要投票權 那可是這個投票權的18歲的這個投票權 是台上盟第一次提出來嗎 當然是在2005年的時候 開始發起這樣的降低投票年齡運動 然後我們從2006年開始 基本上每一次的大選 或者是都會透過一些的行動 來去讓社會大眾了解到 投票年齡下修的意義和目的 像我們之前就曾經透過 包括像是 我們去檢視市長的 縣市首長的政見 他們是不是有青少年相關的政見 然後也要幫他們評分 或者呢 我們有青少年來出考題來考縣市長 我們希望縣市長在端 在端出他們的政見的時候 不要忘了青少年這個族群 為什麼這麼認為呢 因為我們其實都覺得 從今年的選舉 大家可能也可以看得出來 在很多縣市長在端出政見的時候 他們可能最常想到的就是 包括老人 身心障礙啊 等等的 或是兒童 那青少年族群呢 他可能是被 很少被重視到的 甚至是他只被化約到 可能只是他教育 所以 唯一談到青少年大概就是 十二年國教等等相關的 那我們覺得青少年的需求 其實不只是 學校或是教育的這個一塊 那 可是為什麼青少年的需求 或青少年的福利很少被重視 我們 台上網的觀點就是認為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選票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選票 所以他們的想法和意見 不受重視 所以 我們在過去的幾次選舉 我們都透過證件解釋的方式 期待候選人能夠去提出相關的證件 所以不管是出考題 或者是 讓那個去評分市場的證件的分數 那今年呢 為什麼想要透過這樣的實體投票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在我們前一陣子 提出這個議題的時候呢 馬英九總統跟佳花院長 當時引用了國發會的一個 民調的數據 就是說 夏季歐投票年齡這件事情 並沒有達到高度的社會共同 是有大概有50%出頭 大概52還3的 社會大眾是不支持 降低投票年齡的 但是我們發現 在過去政府做這些民調裡面 大概都是針對 20歲以上的成年人 尤其現在政府 都還是以電話民調 那到底能夠在家裡 接室內電話的電話民調 是一群什麼樣族群的人 我想所有的觀眾朋友 大概都可以推測的到 那真的受這一些年齡 投票權手當其衝的 這些16歲到20歲的年輕人 他們其實沒有被問到的 那在這一次之前 台上我們其實已經做過 兩次的街頭實體投票 我們在去年以及今年呢 我們在西門町 還有台北的新一區 當時我們做過一個 下午的活動 然後就是讓所有的民眾 只要你想要對於這個議題 改達想法 都可以來進行實體的公投 模擬公投 然後兩次大概都有 將近1000位 或超過1000位的民眾來投票 那那個數據呢 大概都有7成到8成的人是贊成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 好像民眾對於實體投票 這件事情是感興趣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才想說 擴大我們在全國各縣市 來舉辦這樣的模擬投票 然後讓真的守當其衝 這個16到20歲 他們也是下一次的守候族 的這樣的概念 呼籲他們可以投下 自己未來的第一票 然後對這個意見表示想法 因為我們覺得 讓民間的聲音和意見被聽到 或者甚至是他們可以決定 自己想法的政策 那是重要的 所以這一次才會 加一個親善的投票 它是這樣的行動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 一種做法 具體的行動 它透過這種所謂的 不管是網路也好 實際的這個投票參與 雖然它可能沒有辦法 達到某種成年輕人的 這種所謂的普遍的代表性 可是它至少反映出了這些意象 這個意象其實蠻有意思的 高達了81% 跟之前政府國發會所做出來的 這個所謂的比例其實是不同的 很顯然的 這個針對不同的對象所做出來的 這個調查是不一樣的 政府必須要進一步的去思考這些問題 當然有很多的執政者 他其實並不希望他這個投票年齡是降低 因為在很多的國家在選舉的這個趨勢上面 通常越年輕的人 或是某種程度的年輕人 他對於所謂的執政者 他相對之下都是比較不信任的 或者是他對於現況通常是要不滿 那如果把這個投票率的投票年齡降低的話 那也許是對執政者 並不是太有利太友善的一種發展 或者是一個結果 不過也很重要是說好 那你今天投完票了 你也表達意見了 可是他必須要回到一個修法的 這個所謂的程式上面嘛 就是你要回到修法程式上面 那接下來該怎麼做呢 是不是你們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宣布說81%的這個人支持 可是到法律上面 因為他還是沒有辦法執行不是嗎 我們都知道 因為在台灣投票年齡 這件事情它被迷魂的寫在憲法裡面 在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條 就迷魂規定了五國人民 二十歲以上擁有投票權 那所以要降低投亂能齡 就得去透過憲法的修憲 那在過去其實 其實我們在2006年的時候 也曾經做過一次非常大型的民調 當時透過亞洲民調調查 當時有九成的人是反對下修投票年齡的 可是這幾年來 其實那個比例不斷不斷的在調整 即使是我像我剛剛所說的 國發會的民調 還沒有五成的人是反對下修投票年齡 但是支持下修投票年齡的人 也有四成多 對所以那已經是一個不一樣的轉變 所以我們的目標還是喜歡透過修憲 可以去降低投票年齡 那其實在立法院的上一個會期的時候 上一個會期的尾巴 就是5月30號的時候 立法院就已經通過了 憲法第130條的修憲案的一度通過 因為當時總共有共黨跟民進黨 都有兩位立委去提了憲法 130條修憲案 包括政力軍委員跟盧修憲委員 那這兩個立委所提的修憲案 所發起連署的立委 加起來大概有將近70位的立委 很高的比例 對其實是很高的比例 所以當時一讀通過之後 理論上就應該要組成修憲委員會 然後開始進入實質的審查 但是當時就進入了 第一會期的結束 然後就是修會 然後要進入臨時會等等的 可是就在那個時候 馬英九從統合計畫院長出來 開啟成會反對 所以呢我們透過這次統合計畫院的行動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青少年可以透過這些選票 來去給立法院壓力 因為當時王金平院長就說 只要一讀通過了 那組成修憲委員會就是必然的 但是到目前為止 朝一也都沒有協商來組成修憲委員會 所以我們目前就會持續的施壓立法院 應該要盡速的啟動這件事情 因為在整個修憲程序上 除了之前的四分之一的委員提案之後 他組了修憲委員會之後 還要再經過院會的四分之三的委員出席 出席的委員四分之三同意 之後出立法院 然後還要再經過全民的公投 所以以目前的整個連署的狀況來看 出立法院如果能夠讓立委 讓立委的自由意志去投票的話 出席立法院應該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但最後就是全民的公投的部分 所以我們一方面在針對立法院不持續的施壓 另外一方面我們明年也會開始啟動大規模的校園的公民教育 跟社會的公眾教育 來去跟社會大眾來溝通投票林立將的議題 看起來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台上我們非常用力的在推動這件事情 不過在整個的時程上面 不管是剛剛談到立法院或是最後的公投 恐怕還有非常長的一段路要走 不過我們要回到這個議題的本身 更實質上面的問題來看 18歲為什麼是18歲 18歲就能夠代表一切 18歲就能決定他有沒有投票的能力 或是他有沒有這個所謂的一個負責任的人力 或者是他在政治上面的判斷 會不會太過爲血氣方剛 我想這是很多人會去擔心的一個問題 我們待會兒回過頭來 我們再來請教我們來賓 台少盟的吳振哲的這位研究委員研發專員 來跟他談一下到底這個18歲 為什麼18歲 為什麼不是16歲 為什麼不是14歲 為什麼不是22歲 到底這個18歲的投票 然後真的對台灣的民主建築成熟的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來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燦爛時光節目 以及公民行動引記錄資料庫 還有公視新聞引體中心 PNN聯合自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晚上10點在中正大學 金正經事廣播電台會播出 FM88的評論當中 你可以收聽得到 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的網站也會來進行直播 之後會在公布的網站上面 來做節目完整的播出 今天節目要跟他談一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話題 其實這個話題其實從2005年甚至更早之前 就已經有人開始在提議 就是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降低投票的門檻 這個門檻是年齡的門檻 讓18歲或是甚至更年輕的朋友 能夠來進行投票來去執行他的公民權 來實踐他基本的公民權利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灣少年權益福利促進聯盟的研發專業員 吳正哲來我們節目當中跟我們一起分享討論 鄭哲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在上一段節目當中也提到了 這個台少盟在過去這幾年來 透過了各種不同的方式所做的努力 包括去檢視這些政見 包括在立法院的這個修法的推動 包括我們前一陣子看到了透過網路 或者是這個實體投票 讓年輕的朋友來去表達他們的意見跟看法 其實在剛剛談到的這個內容當中 我們知道在這個投票的結果 一萬多名的青少年來進行投票 然後他的支持要降低這個投票門檻的這個年齡 這個比例是高達了81%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對這個18歲投票這件事情 其實是充滿了非常非常多的疑惑 例如說18歲會不會太過衝動 18歲會不會太過於血涕方剛 18歲能夠為他自己的未來 這個國家的未來負上責任嗎 甚至我看到網路上面有人提說 18歲可以那為什麼不是16歲 為什麼不是14歲呢 因為18歲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台灣其他的相關的法律 我們在刑法上18歲就是一個完全的行為能力 也就是說你在18歲的時候 你必須負完全的刑事責任 甚至18歲的時候你就可以結婚 甚至到16歲我們就是一個成年的勞工需要繳稅 所以在這樣的你都進很多人義務的情況下 你卻到了20歲才能夠進行投票選舉等這樣的公民權利的事情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權利義務不平的情況下 所以為什麼定義18歲的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個 那其實在國際上的趨勢呢 也大概就自從18歲開始 因為國際上原本的投票年齡是21歲 那可是在1960年代開始 在世界各國就開始大幅的把投票年齡從21歲下修到18歲 他們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權利義務不平的 因為18歲就需要當兵 他們認為說如果一個18歲的年輕人 他必須扛著槍上戰場打仗 管外國家那你就應該要給他投票的權利 所以在不管是世界各國現在 全世界大概只剩下台灣現在是維持20歲 才能夠投票比如國家台灣是最後一年 在過去可能還有日本 因為日本跟台灣是最後的 在亞洲世界國家相對是比較慢的 但是日本在今年的5月跟6月也相繼的 參議院通過了國民投票法 他們在4年後的那一次選舉呢 我們也已經把投票年齡下修到18歲 所以為什麼是18歲 那一個當然是國際的趨勢 另外一個就是在我們國家的法律上 本來就有一個18歲的門檻 那另外呢18歲也是完成高中教育 我們不管是現在說12年國家的一個 基礎教育的一個年紀的門檻 所以我們定定了18歲 所以你們所提出來的理由 這主要是兩個嘛 一個就是他的權利義務關係的對等性 就是在台灣的法律當中在18歲 他就必須要負擔相關的刑法 刑事的責任甚至他已經被界定某種的成年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國際的趨勢 你剛剛的意思是說 全世界只剩下這個所謂的一般普選的民主國家裡面 只剩下台灣還是在維持20歲的門檻嗎 是的 而且呢 甚至是從2000年開始 國際上已經開始的第二波下修投票年齡到16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之前 不管是蘇格萊的公投 或者是這兩年 有非常非常多的國家開始討論 加下修投票年齡到16歲 那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為人口結構的改變 因為世界各國開始進入了口老化 那像很多國家都認為說 如果他們國家65歲以上的人口 高於15歲以下的人口的話 那他們就應該要下修投票年齡 因為不應該讓國家的未來 交由一群年紀比較大的人來決定 可是他們決定的卻是這一群年輕人的未來 那台灣剛好在明年2015年 就會開始進入人口結構的黃金交叉 但從明年開始 台灣的人口結構會開始 產生很劇烈的變化 我們的老齡人口跟年輕人口 比例會開始變大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一個 現在這個時間點是 勢必要退下修投票年齡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時間 我覺得這倒是一個還蠻有趣 而且是一個還蠻重要的觀點 就是這個國家的整個人口結構的改變 很多的權利義務的關係 或者是要必須更早出來 去承擔責任這件事情 或是來參與意見 我覺得這恐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考 不過從一個華人的社會 或是從一個華人的 所謂東方中國人的這個角度來看 會覺得說 這個小孩才18歲 18歲才高中畢業 他有這些判斷的能力嗎 他有能力去為自己的責任 所投票這件事情來負責嗎 我想每個族群 他們的判斷能力都來自於 這個候選所提出來的政見 是不是我所需要的或是我所期待的 那在過去其實 我們會看到這一次的選舉 有很多候選人 他的確明確的提出來了一些 跟青少女有相關的政見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一次青少女投票制的結果裡面 這些提出具體政見的候選人 他大概也都得到了 年輕人比較多的票數 那其實這個部分 他跟很多的政治成熟或什麼的 就是我們到底把那個政治成熟 建定在一個什麼樣的門檻 或者什麼樣的地步 其實我們在高一的時候 在我們高一的通名課 就已經學習了所有的 包括選舉制度 包括民主政治的很多的這些 我們的學識上 知識上 這個年紀已經具備了 那很多人會說 可是年輕人對於政治是冷漠的 或者是你看現在 很多年輕人並不參與 或關心公共事務 但是一個 我們這一次在拜同開場的時候 很多時候發現 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 過去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決定國家的事務 所以他們只好對這件事情冷漠 但是他們有朝一日可以決定 他們真的可以決定 候選人是誰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關心跟討論 這個候選人所提出來的政見到 是空洞的 還是真的是聽到我們的需求 所以很多時候我覺得 因為那是因果關係 並不是因為現場的冷漠 而是你沒有給他一個決定的權利 跟機會 那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幾年的國債其實越來越高 那很多候選人呢 他可能開出大量的支票 像之前呢 也有某些陣營的候選人 開出了 如果他當選的話 就會 我們的退休機 那樣什麼 就會大幅的加碼 但是這些加碼的錢 是哪裡來的呢 這些加碼是 是問未來的國債 是跟未來的子孫借盤 是這群年輕人 他們未來的錢 他們必須負擔的 如果你要拿他們的錢 來做這些事情 難道他們沒有決定的機會嗎 他們應該要參與決定的這樣的方式 那怎麼樣讓年輕人能夠更理解 那就是這個社會大眾 這個國家必須要來說服 你必須要來說服 這群年輕人說 我拿未來的你的這些錢 來做這些事情 是對國家的未來是有幫助的 而不是只是一位的說 你不懂 你不承受 你不了解 像這一次的蘇格蘭的公投 他們下秋到16歲 國家也花費了非常大的資源跟資歷 到高中校園裡面 去跟他們解釋 雙方正義正反方 都去跟年輕人說明說 為什麼我們要獨立 為什麼要維持留在大英聯合帝國裡面 那有什麼樣的好處 其實你只要讓大家有足夠的資訊 其實一個年輕人 十八歲的年輕人 他絕對有能力可以去判斷 哪一個是我想要的生活 哪一個是我想要的國家的未來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看法 就是剛剛談到整個權力結構上面的改變 事實上在意見的表達上面 它也應該有更大的這種調整 不過如果真的把十八歲的公民權的落實 或是把這個投票年齡給下修 它對於我們的政治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會不會其實很多执政者反而是很擔心 因為好像都覺得一般來說 年輕人就比較衝動 然後通常對現況不滿會投票給反對黨 那這個如果真的開放之後 它會不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我們其實看待它是一個正向的結果 因為假設這群人有選票 那一個就是雙方的候選人 都必須要拿出他們認為 能夠吸引這些人選票的一些證件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剛剛說過的 你們必須要去說服這群年輕人 其實跟說服所有的選民是一樣的 必須說服他我這麼做是好的 然後必須也讓他們的意見 能夠納入到你的政策的討論裡面 所以我想年輕人並不是一味的 對於執政黨或者是反對的 因為我們在這一次的全國青少女 投票日的投票結果來看 其實有很多的 以現實講來看很多的比較多票數的 他還是現在的執政者 他其實一定是好像是他們就會比較喜歡反對的 或是對於執政不滿的 因為如果你的執政 如果你端出來的證件 會是會讓青少女滿意的 他還是會去投下你這樣一個一票的 在整個的推動過程當中 我們剛剛特別談到在修法的過程 或是在應該講特別是所謂修憲的過程 他會面臨到很大的問題 當然還有時間的問題 或者是遊說的過程 不過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恐怕是來自於 這個社會裡面的文化價值 這個社會裡面的所謂的家父長 這個社會裡面所謂的某種保護主義的這種價值 或是某種對手的年輕人不信任的這種觀點 這個部分你們要怎麼克服 也許就像剛剛主任說到的 這種家父長制或是不信任 或是其實華人很嚴重 就是年齡歧視的這樣的觀念 我覺得這樣的觀念是我們得透過不斷的社會教育 不斷去跟社會當中溝通來去想辦法能夠鬆動的 那另外一塊就是首方其衝這群年輕人 他們真的應該站出來去表達自己為什麼需要投票權的這樣一個觀念 以及他們到底想要透過投票權來決定或是改變什麼事情 但是還有另外一塊我覺得也 這件事情其實它不是真的只有社會共識而已 因為我可以看到過去有非常非常多的社會事件 就像核四 核四要廢核四這件事情 大概已經達到了我們很多的公眾事件的一個非常高的社會共識 可是它要做跟不要做 社會共識只是一個它的理由跟藉口而已 所以我們認為像其實在其他的國家像日本 他們能夠在這一次順利的通過 也是因為日本國會從2007年開始 就把這件事情當成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推動 所以如果政府開始把這件事情當成一個進程裡面 放到它的規劃裡 它就得去做開始去跟社會溝通 而不是只是晾在那邊 然後等待社會好像自然而然來形成共識 如果我們的政府可以花那麼多的廣告預算跟經費 在電影院在各式各樣的地方跟大家說 其實核四是安全的 或者是核一核二核三場 不應該一次都關掉 等等的這類的廣告或公眾宣傳 那我們的投票年齡這件事以下 也應該要透過這樣的資源 也許方式不一定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們要投注一樣的心理去溝通這件事情 所以最重要的其實是政府心態的改變 他們是不是真的把這群年輕人當成一個公眾的主體 而不是只是需要被保護的一群人 而且在這一次的 在前一陣子的兒少全法大幅修通過之後 我們其實連18歲以下的年輕人 都視為他是一個權力的主體 各方是18歲以上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一個最有趣的地方是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只要念幼稚園 或者是念 其實起碼從小學開始我們就開始訓練 或是練習投票這件事情 我們就開始練習投票選班長 開始投票選幹部 開始選小市長 選自治幹部 選模範生 我們從小到大都不是投票很多次嗎 為什麼從來沒有人說 以前的投票實際上是沒有效力的 以前投票是一種不成熟的決定 以前的投票像小孩子的半半 加加酒一樣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 非常本末導致的一種思考的方式 就像剛剛特別談到的 每一個人都是在這個社會裡面 公民的組成 當然我們會希望所有的人 他都有一定程度 或是不同類型的 這種所謂的公民參與的 這種基本的權利 但是從這個青少年來看 既然我們在法律上面 都已經規範他在18歲 就是一種成人的這種所謂象徵 他就必須為他的判斷 相關的法律來負責任 那投票權不是一個精神 應該要對應的權利義務的關係嗎 今天節目當中 非常謝謝台上的研發專員 吳振哲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謝謝振哲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謝謝拜拜 拜拜 我們下禮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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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禮拜託